電話旁邊接通了安山資本資產管理部董事王智陽 Jackson Hello Jackson 早晨 Hello 早晨 嘉嘉 你好 你好 見到最近的藥業股比較強勢 政策帶來的負面因素好像對業績沒有太大的影響 也算是內地的內需股 知道你今天選了一隻1093石藥跟我們說 是的 第一 世界都是藍籌 都快會公佈半年的業績 將會在19日 你看回第一季 營業額有25%增長 純利就有28% 相對另一隻藍籌 1177可能順利一點 top line growth 但兩隻股份最近都算強勢 我認為是最終的 有一隻稀 從100% 就拋壞到1093 我知道那裡有些落後的概念 剛才你提到 那些政策其實去年內地開始有大量採購 那些藥價會減5、6成 甚至最多的是減9成 但是投资者一开始都担心会不会对他们的盈利增长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出来的业绩是有负面影响的,但是没有预期那么高的 你看到现在增长都是两成多的增长 反而你看到他们的PE现在都大概是20倍到附近 和他们那时候最高估值的40多倍都还有一大截 现在中美贸易战又打到纽纽纹,内地其实都会谷内需 虽然你说民生的东西就有机会价格不能被提升太多 但是我相信应该那些弱的办法都会是可以持续保持大约20%的增长 当然9月份都有另外一个大量采购的 到时候可能都会震一震一些投资者 但是我整个季来看,那弱股都应该还是可以站住的 所以现阶段投资者现在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优业股份 好像这只蓝手1093 其实业绩又稳定,还有估值又不高,现在是可以留意的了 好,即是说现在就可以考虑买入了 见到1093石药集团最新是报12.4,未跌了4仙这个位置 我想问Jackson,你本身有没有持续这只股份? 我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你今早做的分析 不过提回大家,刚才嘉宾所说的只是个人意见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或者推介 做所有投资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关风险